为家居户型,望闻问怯 为人居和谐,天专家网 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网友发过来的户型图 想让我帮他把把脉 这个房子 坐向上最大的特点 就是 驻南朝北 驻南朝北的房子 缺少阳光 直接照进客厅 比较的阴冷朝市 采光通风性不好 古人称之为阴房 在我们国家 历来都是崇尚 坐北朝南 这是跟在北半球 阳光照射和空气流通 是息息相关的 坐北朝南的房子 能够取得理想的 御障和通风 那么 庄南朝北的房子 就一定不好吗 其实那也未必 还要结合 具体的格局 和装修来看的 庄南朝北的房子 称之为 里宅 里宅 五行 属火 所以 房子内的格局装修 和物品的 搭配装饰 要和火 相生相合 这样呢 能够 弥补房子的 阴冷 潮湿 如果外部环境的 氯化和空气 质量良好 也不失为一个 不错的房子 这个 户型图的 窗户 是在 南北两侧 没有阳台 这是一个硬伤 光线 难以照射到客厅 室内 缺乏阳刚之气 容易造成家人 精神不振 这种情况 可以在客厅 多放置 绿叶植物 扩叶的植物 可以净化空间磁场 释放更多的 氧离子 给家居 增添生机 活力 还可以在 入户门口 两侧 放置 绿色植物 同样 起到 吹软的作用 门口 放一块 红色的 脚垫 这叫做 开门见喜 也叫做 开门见红 进门之后呢 是 一个客厅和小餐厅 连在一起的 公共区间 空间呢 较为洒窄 客厅的北面 有一个小小的窗户 阳光少 较为阴寒 北面的卦象 外需 耳内实 所以呢 客厅 不宜拥有 无用的空间 要饱满 充实 房子 减臭 利用力高为宜 中心呢 一定要多用暖色调 多用石木扎具 因为呢 木 能够增加 房间的 洋气 使人 心境平和 主卧 主卧室在 东南 这是一个桃花位 有利于感情 这个主卧呀 可以打造一个 北欧的 简约风格 实现空间的 合理利用 北边呢 设置为一个 露墙式的 衣帽间 南边呢 是一体化的 卧室阳台 可以实现 扩拥 墙壁 用天蓝 或者呢 浅绿色 搭配的是 白色的 衣柜 圆木色的 床头 和床头柜 整体呢 可以给人一种 很清新 很阳光的 格调 综合来看呢 这个房子 最大的问题呢 还是在于 缺角 东北 和西北呢 都要缺角 东北角 缺角呢 比较严重 东北角呢 在延居环境学中呢 是三山之地 首先代表的是 家中的 收入状况 如果缺角 会影响到家人的 消费习惯 导致 花钱 开销呢 比较大 第二呢 代表靠山 缺角呢 会造成事业上 难以得到 朋友的 帮扶 或者呢 领导的提携 不利 人际关系的 开展 第三呢 东北呢 还代表着 家中的 幼子 也就是 代表子孙 这个方位缺角 最好呢 能够补救一下 西北方向呢 也要缺角 而且呢 厨房在西北 西北呢 代表的是 男主人 这个方位缺角啊 代表男主人呢 在家中 没有地位 或者呢 难以找到 适合的 男主人 这个房子 如果是 未婚女性居住 那么 感情之路 恐怕 不会太顺畅的 在我们的 研究环境学中 房子呢 房子呢 讲究天原地方 四平八稳 户型呢 是以方正 使用为家 这样呢 才能够实现 家居功能的 最大化利用 同时呢 方正的户型呢 让人感觉到 稳定 踏实 居住起来呢 有安全感 现代城市的房子呢 很难做到 绝对的方正 是因为 住宅用地呢 是有限的 一层楼呢 就有好几个住户 每个住户的户型呢 都要考虑到 采光 通风的问题 所以缺角多人的现象 是很常见的 但是 我们在选择户型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选 缺西北 缺西南 或者呢 缺东北的房子 因为呢 这三个方位的 是非常重要 而且呢 适用于 每一个家庭 好的 这个户型图呢 就分析到这里 我是一老师 无论是新房 还是二小房 家居装修布局 都可以联系我 谢谢大家